那么大家好啊,欢迎上每一节目啊,今天那一集啊,咱们得讲个硬事啊,现在特朗普要上来了啊 那么特朗普上来之后呢,要进行大清洗,这个大清洗清洗的是谁呢,就是联邦雇员嘛 那么联邦雇员呢,到时候是吧,这个一旦呢,他有一个F计划,当年是吧,就有一个所谓的F计划 这个F计划呢,就是把这个些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是吧,呃,不忠诚的 对吧,忠诚者愿景啊,这些人都要裁掉啊,那么能不能裁呢,裁肯定是能裁掉的 但是你要知道,裁人的话呢,其实主要是裁,是吧,这个,呃,两种人 其实等于是三种啊,一种呢,是忠诚于你的,是吧,那么,啊,不忠诚于你的,这是一种人 另外一种的话呢,是没能力的人,啊,那么不忠诚于你和没能力呢 这个是两种没能力,这是两种人,一种呢,是没能力 但是人家是打通关节进来的,对吧,因为美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啊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纯没有能力的人,啊,呃,实话是说呢 对于纯没有能力的人呢,那裁了也就裁了 对吧,这些人呢,其实说到底呢,就应该裁,这个也倒是实话啊 但是问题就在于呢,他裁的过程当中呢,另外两种人会不会裁掉 这就是所谓那句话嘛,裁,裁到什么呢,裁到大动脉上啊 那么有两种人其实是不能裁的,一种是他没有能力 对吧,但他是通过走关系进来的 那你裁了他的话呢,那你等于会怎么样,会出问题 而且这种走关系,如果是人情,普通的人情 那这个呢,裁了也无所谓,啊,最怕裁到了什么人呢 就是老乡深的人 对吧,这个老乡深的人,你裁他的时候会不会让你裁呢 肯定会让你裁,这个你放心 但是你裁完了呢,就会产生后果 就跟什么似的呢,就跟那个宋江似的 对吧,你看啊,运城县呢,其实分成几种人 对吧,一种人呢,就是雷恒这种 其实有能力 啊,但是比较鲁莽 当然不该怎么说嘛,他算是有能力的 一种的话呢,是这种所谓张文远 是吧,也是有一定能力 但是他不是老乡深这个体系当中的人 对吧,那么还有一种人呢 其实就是这个朱童啊,和这个宋江 因为宋江和朱童都是这个老乡深 都是父户家的足利 对吧,这个宋江不必多说了,宋太公 这个朱童他们家其实也是有钱的 对吧,所以你在裁人的时候 什么人不能裁 其实是朱童,是吧,宋江这样的人不能裁 为什么,因为你县老爷 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官 就这么讲啊,这个是这样的啊 美国其实他也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所谓的事务官和政务官嘛 政务官的话呢,就是选举产生这些人 是吧,你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 是吧,走政策,玩的是这个 这个其实官其实就是这么个人 执行政策,你执行的是 是吧,比如说共和党想要的政策 那这个呢,铁打的,这个叫流水的官 铁打的银盘是什么人呢 其实就是事务官 事务官这些人呢 就是具体帮你执行事务的 这些人呢,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被裁掉的,也不会换 就谁来,基本都这些人 他们他们基本都不会他被换 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如果你要裁,你裁什么人 你把这些事务官如果给裁了 那么你的行政效率呢,就会下降 而且接下来是这样的 那你们内部的这些人 到底会不会相互倾压 对吧,因为你要说啊 你把这个裁员放在什么上 你把它放在效率上 还是你把它放在忠诚上 如果你只要忠诚的,不要效率的 对吧,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川宝人一定能够换上川宝人 因为你愣要裁嘛 对吧,那肯定是能裁得下去的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记住了 裁的问题出现不是在你裁的那一刻 对吧,就跟那成员似的 成员似的,为什么不敢动那个史山 为什么没有人敢动那些代码 因为一旦动了代码,那就是出bug 你一旦对整体的框架呢 一旦一动,最后怎么样 就是这么的东西 所以那你说不对啊 说你看这个 说这个马斯克 马斯克他对这个X 就是推特他进行大范围的改革 他裁了好多好多的人 对不对呢 对啊 但是问题是他裁完之后 他在框架上有任何大的变化吗 就是推特已经写好了一个程序 他已经能够正常运行了 然后管理这里边的人是什么人 对吧 我把这些什么这个社区运营啊 或者怎么样 这些人我裁谁或者不裁谁 这东西没有问题 他进行过没进行过这种大框架的根本性的改革 对吧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对于推特来说的话 他只要对这个大框架不动手 对吧 那他裁不裁这些人无所谓 裁了这些人之后的话 他有没有效率的运转上升 对吧 这个是你要看的 那只要你裁了人那运营成本肯定下来 这不用多说嘛 对吧 那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别忘了 美国的联邦政府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骗起来这都是人情社会 你觉得应该把人情都打掉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那些个这个乡野之间的地方 对吧 那你用谁来源 对不对 而且你要知道啊 如果你以忠诚川宝 是吧 为核心的话 那么你在乡野之间将来没准制衡这些老乡村的人都被绊掉了 对吧 将来都是换成川宝 川宝的人 在城里边到时候能够制衡的人全换成川宝的人 那你这个将来会造成什么 造成他们自己的博弈 相互的倾压 在城里你比如说你把另一拨人的人给裁了 那对方的办事效率就一下降 对吧 那这种东西 进行大裁员大改革 将来会不会造成是吧 所谓的那个那个邮差 我个人认为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邮差这个游戏 他们是不按那个邮差玩的 所以说白了呢 就是他们并没有这个玩法 这个我觉得是正常的啊 因为你如果期待着那俩什么邮差被裁了 人出那俩人 那不会 他没有 整个的西方历史 以农民歧义为开始的 是吧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闹得特别大的 闹得最大的 闹最凶的就是什么 就是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但斯巴达克斯大起义呢 他有他当时的那个理论基础和这个背景在 现在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他应该不足以出现斯巴达克斯大起义 这种状态 因为他蓝的和红的 住的都比较分散 对吧 你怎么聚集呢 很难聚集 对不对 所以出现这种东西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问题就是你一旦裁了这个源之后的话 那么你的行政效率会上涨还是下降 而且你裁掉了这些人的话 这个人也是要花钱的哦 这个人你也是要付他钱的哦 那你把他裁了之后 这些人没工作了 那没工作了怎么样呢 对吧 那这些东西都只能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反正呢 如果你裁 裁完掉这些人之后的话 那对不起 那就所谓寒蝉效率 那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那么一旦害怕 那么会产生什么效果 就是不做不错 你的行政效率百分之百会下降 对吧 因为没人敢做事了 做了事就错 对不对 那干脆不做事 对吧 那要不做事的话 你的行政效率下去了 你怎么玩 因为我一直讲 如果川宝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那他怎么样 我觉得都无所谓 对吧 因为你自己内部的这个呼吸吐纳 甚至就跟那个破产清算似的 你把这帮人本来就想裁他们 对吧 那你能不能裁得掉 对不对 那你本来就应该裁 那你能裁掉 这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川宝的最大问题是什么呢 他告诉你呢 他要在一代人之内 他要在四年之内 把这个盘子彻底给你翻上来 关键问题 你把它翻上来之后 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对吧 你真的能够做成这个 你想要的事吗 你到时候 这四年 我跟你讲 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你马上要搞大投资了 搞大投资 搞大建设 那你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去谈这个东西啊 对吧 你内部这些雇员 天天老化 对吧 整个的这个变化 老出现 也敢不敢跟你投资 这都是你必须要回答的东西啊 说白了 也没人跑到那儿投资去 其实美国真正去搞制造业 美国搞不了制造业 如果还有人跟你讲 美国会搞制造业 搞机器人 搞AI 我告诉你 都搞不了 为什么 搞制造业 需要电 对吧 有人给你算过 如果比如说 你看这个家 褶 这个东西 如果你想要这个家 你就需要铝矿的工业 对吧 你就需要铝 那美国有这么大的铝的这个能力吗 如果你想建设去铝工业的话 你需要多少电 这个电你根本就没有 怎么可能在四年起来建立铝工业呢 你就只能尽头 很多东西你已经没有就没有了 搞了这么多年 从奥巴马那时代开始就讲 对吧 奥巴马讲的就是change 讲的就是改变 对吧 到现在有一点改变吗 对吧 现在美国在工业制造领域当中的话 还有什么是值得夸耀的 都已经越来越缩了 对吧 这都是去工业化的结果 而且我说这么讲一句话 你搞现代工业需要什么 需要优质人才 什么叫优质人才 那都不是说你随便领个螺丝就完事了 对吧 需要大量的技工 这些技工你有没有 美国的教育最恐怖的是什么 其实它并不是消灭了底层 也不是消灭了这个顶层 顶层人家讲的是什么 私立教育 是吧 经教育 人家学人家的 根本没有问题 底层就是快乐教育 是吧 你开心快乐就完了 对吧 说白了会读书写个字 认人自己叫老汤姆 认人自己叫老约翰 就完了 反正你到餐厅里当个服务员 是吧 加个炸里加个油 是吧 或者弄点农用机械 你也用不着这些高深的东西 其实它真正消灭的是什么 是大量的职业工人 大量的职业工人 技术工人 需要依托于 是吧 很多什么数学啊 需要依托于这些基础认知的东西啊 都没有 对吧 最后这些人都不够 完最后的话 你就想往上走 根本不可能 玩制造业 美国根本就玩不了 对吧 这个你看呢 非常清楚 对不对 那你说怎么说 但是川普呢 就一定要搞 而且这里边非常有趣啊 为什么我说非常有趣呢 川普呢 在他这个执政之前 是吧 就好像说他什么都能搞 等他执政之后的话呢 突然发现他什么都搞不了 然后斯诺人呢 就忽然原谅了他 那原谅了他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因为搞民主嘛 就这样 是吧 许诺了一大堆 一件也犯不了 这个有问题 没问题 没有问题 但问题是呢 他国内的人饶得过他 他国外的人饶得过他 哎 你别忘了啊 川普据说啊 搞的是跟全球宣战 跟慈禧老佛 对吧 你倾诺心正 你搞的好不好 那是你的事啊 但是你可跟全球宣战了 对吧 这个你可别说话 我瞎说话哦 因为你要跟全球宣10%的关税啊 你跟中国要宣60%的关税啊 对吧 跟墨西哥是25% 还有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就是比如说跟日本 甚至跟印度 马上都是特出的这种关税 他不是说他只这个占10% 他不是的 他是对特定国家征收特定关税 对普通国家征收普遍性关税 他玩的是这个游戏 你跟这个世界的人都要宣战了 再见了 完了呢 战争呢 你要停 就是一代人呢 四年要搞所有的事 把上下翻回来 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这盘子砸了 你玩的砸了 你砸的不是你自己 就是 那个时候人们相信的不是川宝这个人没有能力 而是所有人都相信美国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当没有人相信美国这个人能有能力的时候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那就喜哈哈呀对不对 那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就继续往前趁呢 对吧 川宝就是告诉大家到了饭店里随便点菜 是吧 喜欢吃什么吃什么 喜欢喝什么喝什么 喜欢点什么点什么 等吃完喝完点完了我买单 对吧 等你真买单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是老百姓买单 就这么简单的事 因为他所有的行为全都推高通胀 对吧 而且他对联邦雇员减了之后的话你放心 是吧 减了不减到大动脉上 这我不知道 反正呢 马上他们就要进行大清洗了 大清洗之后的话 只要你用的都是川宝这边的人 只要你按照用的都是川宝这边的事 你用的都是川宝喜欢的人 那么你内部是吧 你上面说一句 底下不知道干多少 那到时候底下这些事 你能不能无助的了 是吧 后续的玩法 就这么讲吧 玩到最后的结局就是失控了 失控了之后你控制了 控制不了 那你就要一个奇迹 调到另一个奇迹 甚至就是说 就是川宝这个人将来呢 他是什么呢 他就要用一个奇迹调到更新奇迹 那这个事他搞得不好吧 那下边的事比这个事还恐怖 然后你放心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种人就这种性格 就这件事我没搞好 我不是说是吧 那么我会停 他是这个事我没搞好 那么下个事对不起 将比这个事更恐 更凶更喊 知道吧 这个就是未来这个美国的想法 所以反正呢 我说的很清楚 美国呢 大概比如说还有十年 对吧 能去玩 那他上来的话 那他是要彻底加速了 因为他加速完了之后 他才好玩的游戏啊 他才能在这个游戏里边去玩啊 他才能在这个游戏里去做这些事啊 没有吧 所以他不会停的 他只会是一个奇迹走向另一个奇迹 把所有的奇迹拼命往上冲 越冲越狠越想越冲 是吧 冲到最后的话 那怎么玩 这个时候大家就看呗 对吧 他那个时候就该 是吧 这个就就就就该有乐子了啊 到时候你看着 他是一个乐子 这个你放心好了 对吧 所以你说了 我黑他或者怎么样 无所谓 是吧 慢慢慢慢你就知道了 是吧 他用那些人 他裁人 他也裁不掉吗 你作为公司的老板也好 或者作为总统也好 他现在是所谓完全执政了 他想裁谁就裁谁 这个没有问题 但这个裁完了人之后 造成什么结果 是裁完了你才能知道的 不是你裁的时候你知道 所以裁的时候是非常痛快 非常爽快的 但裁完之后有什么效果 那有什么效果都慢慢逮着咯 啊 那就都是好事了 好吧 那么这一节呢 就到这看下一节内容了 那这一节啊 咱们得讲个硬事啊 那么川宝退出之后的话 那就会把所有的空间让给中国 这个也必然结果啊 现在华尔街日报称啊 说中国啊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推行巴黎气候协定 那目前呢 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部署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数十亿美元 用于绿色能源项目啊 相对落后的国家呢 越来越多的向中方寻求帮助 以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对吧 说现在特朗普呢 从本白宫呢 已经成为定局啊 共和党呢 控制参众两院 那最高法官当中呢 有六名保尔派的事实 意味着特朗普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总统之一 那推行政策呢 也将畅通鼓鼓 是吧 那推行畅通鼓鼓的话呢 他就要退出什么呢 退出巴黎协定嘛 那一旦退出巴黎协定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拱手把这个东西让给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啊 美国应该参与竞争的出口市场 退出的一个潜在落后的 潜在的后果 就是我们彻底失去竞争啊 这是美国前高级汽油台湾代表 潘森啊 潘兴讲的 说现在每个人啊 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他指出 我认为 随着美国的退出 中国将会挺身而出 将 但方式啊 将截然不同啊 那你们怎么看呢 美国的未来呢 已经彻底被川普给卖了 是吧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 是电气化的时代 是电为核心的时代 对吧 那么你在一个以电为核心的时代 退出了这个竞争 那么你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的就是中国呢 又可以得到四年 就这四年里呢 反正你是拼命的折腾 是吧 而且我跟你讲啊 一旦石化能源增产 石化能源就很难减产 这个是很现实的 因为增产要钱 减产也得要钱 对吧 你一旦废弃了 你这些设施不用的话 那你怎么办 所以这一次增产之后的话呢 美国确实呢 能够在他国内呢 能实现这个石油增产 如果能实现的话啊 那没有问题 但是呢 对电能的需求 对新能源的需求 马上就会下来 所以现在的问题呢 是一旦中国再去实现电 更加的在电的这个方向 成功的话 那你说怎么说 所以当年的气候变化呢 到底是不是一个骗局 现在已经无所谓了 为什么 那么当年呢 要收的是碳税 啊 也就是你是石化能源 使用的这个最大户 所以呢 你要交一种特殊税 因为这种税呢 是为了保护地球的 对吧 那么你就要怎么样呢 实现这个新能源转型 所以呢 欧洲人也好 美国也好 他们赌的是什么 他们赌的就是中国转型不了 对吧 这个道理我觉得非常简单 只要中国转型不了 他们就可以收中国的税 那么他们什么都没干 他们坐着就可以把空气 对吧 虚空 就虚空里直接就变出钱来了 他就可以卖给中国 对吧 这个是不是呢 是没有问题 但他们万没想到 中国把这事做成了 所以突然之间 他们又说不要这东西了 对吧 你看这个美 西方媒体挺有意思啊 西方媒体呢 之前呢 骂不咧咧 是吧 说中国呢 沙漠太多了 对吧 后来呢 中国去治理了沙漠 他们说啊 中国正在杀死沙漠 是吧 剥夺沙漠的权利啊 沙漠有它存在的价值 现在中国治沙 对吧 那如何如何 现在的话呢 更匪处所思的来了 是吧 他们现在说啊 这个使用这个石化能源 也是好的了 对吧 但这东西呢 说与不说无所谓 没有用啊 为什么呢 我这么讲一个道理啊 你说环保组织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坏人 环保组织的最终目标 和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是推行新能源 就是让每一个人相信一个东西 比如温室效应 造成海平面上升 冰川融化 对吧 那么一旦所有人都形成这个意识的话呢 那么别人就会追求新能源 那么一旦追求新能源 这个社会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 发生改革和变革 啊 那么所以通过制造一个危机 然后呢 人们害怕的不是什么呢 不是是否能够跟上新能源的变革 而是人们害怕危机 因为人们害怕的是什么呢 冰川融化了 咱们就完了 是吧 最后气又变化了 咱们就完了 所以人人呢 都怕这些东西 咱们就完了 所以人人逼着自己呢 就改了 那逼着自己改了呢 一种新的能源呢 就彻底来到了 那么当一种新能源来到之后 那么这个社会呢 就发生变革 这个社会呢 就整体的变好也好啊 或者说整体发生变化了 对吧 那如果这个游戏的话呢 能够随终实现的话 那么OK 这个游戏就可以继续去玩 其实说白了呢 这些环保组织呢 玩就这个游戏 对吧 那么如果玩的是这个游戏的话 那么对于西方来说的话 其实一开始是好的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新能源 都是西方领先的 你别搞错了 对吧 很多的东西都是西方先用 西方领先 不是咱们领先 当年那个谁 是卡特啊 还是谁 拿着一个太阳能板 就跟拜登拿着一个光 这个芯片的那个 晶圆片似的 他说这就是基建 那个说这就是新时代 那个新时代是什么呢 就是太阳能板嘛 但是现在太阳能呢 其实已经落入到中国手中了 对吧 所以现在如果川普 退出了石化能源 退出了新能源的竞争 又玩石化能源去了 那么将来呢 这些市场就全都拱手 让给中国 对吧 而且你打关税战也好 你折腾也好 将来这些市场也是一样的 也都要拱手 让给中国 对吧 所以如果你站在中国的立场 来看的话呢 川普接下来所做的 一切的事情呢 就是把产业全都让给他们 对吧 因为你打关税战 它也是有后果 也是有代价的 对吧 你打了关税战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结果 那当然都是中国能够踏实玩了 大家就愿意跟中国玩了 我不跟你讲过吗 为什么你哈姐一定要上来 因为如果他不上来的话 那么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别人不抓了 你以为他们现在不知道 跟中国合作的好处吗 他们知道 那他们知道了 为什么他们还要10美元呢 他们是拿着美国跟中国斗 就跟什么似的呢 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似的 阿尔巴尼亚最愿意看见的画面是什么 就是中国跟苏联斗 一会儿苏联说了 我跟你援助过这 是吧 阿尔巴尼亚说 我的妈呀太棒了 是吧 一会儿说了 哎呦我的妈呀 中国给我援助过那 是吧 所以一会儿苏联给他这 一会儿中国给他那 对吧 就跟那个埃及是一样的 埃及呢 一会儿说从这个美国身上得了这 一会儿说从美国身上得了那 就冷战期间啊 就美苏他们为了对抗 你们你想一想 他们扔了多少这个这个东西 今天给你个这 明天给你个那 他们就在这却拼 所以对于亚非拉的人来说的话 他们最希望见到的场景 就是什么 就是你俩人却拼 知道吧 你俩人拼到底 你俩死磕去 你今天可以去他 明天可以去这 而后来我可以去那个 那我就怎么样 捞便宜吧 对吧 因为很很简单吧 如果人家站在你这边的话 他不是一天两天站在你这边 那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甚至之后一直就要站在你这边 那对他来说的话呢 这是他最后一次议价的权利 那当然要跟你议价了 对吧 如果他没有议价的权利的话 他不跟你议价的话 这怎么可能 对吧 这个道理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后的一次议价权 他一定要议价 那好了 他凭什么议价 凭的只有美国 那你说美国如果不出来了呢 美国如果不按照这方向做了呢 那他们就不议价了 他们就直接跟中国走了 明白这意思吗 你都不议价了 那我还跟你走什么呀 对不对 你美国要跟我议价 或者说你美国说跟我玩 对吧 我在这游戏里我能玩 对吧 完了呢 我跟你玩 怎么说都可以 对不对 那你都不议价了 别人还怎么跟你玩 明白吗 到时候这些国家就敞开大门 跟着中国走 那个时候的话 中国的新能源 就会进入到这些国家 这个新能源 进入到他们之后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 最害怕的是什么 美国人为什么 可以玩得动这些游戏 因为美国掌控着石油啊 美国 比如说你该发展了 该全面发展了 甭 我把油价给你打起来了 油价打起来 你没戏了吧 油价一起来 你不成了吧 对不对 你不就没发展了吗 对吧 然后呢 等你 就快给你累死了 你快受不了了 不是我就把油价给你打下去了 油价一下去 你又能发展了吧 这不就是拉抽屉吗 就我怎么控制你 就你有发展了 不是水龙头关了 你傻了 是吧 等你快死了 不是水龙头给你送进去了 水又给你进去了 又投资了 他不就靠这个拉抽屉吗 他今天拉一个抽屉 明天拉一个抽屉 后天拉一个抽屉 他最终要控制什么 控制就是你的经济发展的量啊 只要你经济发展的量 永远被我控制 那你永远被我卡着 那可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打一简单比喻了 世界银行 对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行长 每一次都是以美国人 为主 对吧 他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 他永远是最高的 对不对 所以像IMF也好 像这些组织也好 对吧 这些地方 他为什么美国能控制他 美国当然能控制这些地方 因为对美国来说的话 他只要不给你水 就行了 就跟IMF似的 IMF为什么那么凶狠 他为什么让你压制你的劳工 他为什么让你出卖劳工的利益 因为你出卖了劳工的利益 你就没有什么 你就没有发展力嘛 你没有发展力 那你就只能于外国投资 外国投资 外边进来这个就洗劫 就跟拉美似的 外边投资洗劫了 你实在受不了了 你就来个左翼 左翼上台 你趴机就关水 那就没发展了 憋到最后憋到不行了 是吧 大家都知道 这个其实这帮人不好 是吧 但是最后怎么办 最后没辙了 只能选什么 选了 只能选你喜欢的人 你喜欢的人上来了 完了 他们怎么样 有一点发展 但这点发展呢 大头人也拿走了 小头给你留你 完了 你永远没有发展 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这东西很复杂吗 这东西里边 有一点复杂的东西吗 一点也没有 好 那你把这东西看清了 你再看后边的东西 你还觉得费劲吗 现在中国来了 中国说你没有油 是吧 来 电 上 对不对 给你弄几个光弧 是吧 风能 光能 水能 给你来上这个 你有了这个 你有了电 你就有发展能力了 有了发展能力了 你就能发展了 你就有钱了 有钱了 你就开始买东西 买了东西 你有了消费力 然后你会继续发展 进一步发展 然后你觉得这东西太好了 我跟你走 所以现在真真正正 决定未来核心关键的 就是他最后一口价 他到底跟中国这块 还要不要 那你川宝上来了 他们就不要 他们就直接跟中国玩了 那问题来了 你美国怎么办 你美国往哪走 是吧 这条路呢 不管你好走不好走 反正路呢 你得走 是吧 道路千万条 是吧 最难走的那一条 你选上了 然后你对全球 争10% 20%的关税 对吧 那些亚非拉国家活不了了 他就怎么办 他就该玩你那金砖游戏了 那个时候金砖交易体系 对换也好 货币的互换也好 玩这游戏就方便了 到时候你就会看到 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就快了 等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快了 等发展的速度快了 等你美国突然翻过闷了了 不行还得玩那游戏的时候 对不起 人不跟你玩了 对吧 就跟现在毛子是一样的 毛子拿什么货币结算呢 对吧 毛子拿人民币结算 那就行了 那人毛子踏实使人民币结算 人家踏实就没事了 人只要踏实用这些货币结算 人家踏实没事了 谁求你先 就这么讲吧 你现在制裁毛子管用吗 你制裁毛子不管用 毛子踏实是干自己的 毛子把自己的事干成了 有你什么事 你现在需要毛子投降 这么讲啊 你所有的制裁都给毛子加上了 能用的都用上了 不能用的也都用上了 所有都用上了 好我问你来了 你现在让毛子停战 毛子凭人听你的 对吧 毛子能理你吗 那毛子为什么不能理你呢 因为你没有任何 就是压制毛子 你没有任何去咬毛子的筹码了 那人凭什么还听你的呢 那人当然就不听你的了 等人家不听你的 这个时候你在跟人发狠嘛 那你跟人发狠的话 那战场见咯 对不对 那你说四连四鸡 这块我不要了 把他抛了 我就跑了 那你跑就跑了 你爱跑就跑你的 对不对 谁阻止你跑 你走了之后 别人接手呗 对不对 那别人接了手的话 你拿什么玩啊 对吧 那到那个时候 你怎么活啊 对吧 反正你活不活 别人不知道 别人当时别人玩别人的 就行了呗 这世界就这么回事呗 所以川普呢 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他上来了 知道吗 人家也就不博弈了 他上来了 人家也就不等了 等他上来 人家也不等了 所以人家也不博弈了 最后你就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了 他到底什么成才 对吧 出水才见两脚泥嘛 他马上就要出水了 出水之后 等他一月真上来了 他那游戏怎么玩 别人怎么跟他说再见 再让你慢慢看 对吧 这东西是不是我瞎拍 让你慢慢看就得了 等到时候人必哭哭哭哭往上涨 这些人哭哭哭哭 这跟中国合作 那时候你拿什么玩 你除了封锁 打压 制裁这些手段以外 你还有什么手段 你所有的手段都用完了 因为 是吧 这个总玩 这个金融的大家知道 利多出进 是利空 利空出进 就是利多 对吧 你所有的三板斧 关税 打压 制裁 就这三板斧 三板斧用完了 对不起 该轮到我了 那我跟亚非拉 签了那么多的单 你怎么玩 因为你一定要知道啊 美国对中国所有产品 征收60%关税 等于是多少 等于是3000亿 对吧 那等于你受到了3000亿的损失 但是如果跟拉美 能够提高1000亿 跟东南亚提高1000亿 跟非洲 是吧 提高1000亿 3000亿 就又转回来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对你的依赖就低了 那咱们就可以慢慢玩 在这个游戏里慢慢玩 那最后玩的游戏怎么玩 你求没得玩 对不对 慢慢跟亚非拉玩 我需要亚非拉了 我投资亚非拉 对吧 投资亚非拉了 亚非拉起来了 亚非拉需要冰箱采电洗衣机 那他实时把冰箱采电洗衣机 全卖给他们 你说这游戏 我能不能玩 你说我玩不了 我必须依赖于美国 你搞清楚 现在中美贸易到底多少 对吧 美国能不能通过 关税战这个玩法 像当年对付日本 是吧 像对付德国似的 这个对付了中国 你说能能对付 那OK 怎么说都行 你说要是不能对付 那对不起 人不听你的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呢 对吧 好吧 那么今天一集呢 就得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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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